大家晚上好 之前我炒了肉絲炒麵 那時候我問過大家 有沒有人想看看 怎樣去煮一個皮蛋白粥 當然有觀眾說想看 第一我這個是非典型白粥 但其實都是典型白粥 為什麼呢 因為非典型就是大家都不知道原來可以這樣做 或者是大家很少會想到會這樣做 但是另一方面一個典型的就是 其實是有專業粥店會用這個方式 那我就解釋給大家聽 慢慢看下去大家就會慢慢知道 為什麼要用皮蛋去煮白粥 OK?行不行? 那我就先介紹一下這個材料 那有這個是浸了的米 浸了超過一個小時 洗一洗它之後就浸開它 拿水 OK? 然後拿冷水浸開這個是瑤柱碎 那瑤柱碎又便宜又抵食的 220元 然後這個小汁大概十多元左右 然後拿一塊果皮 或者一塊陳皮 OK? 然後拿兩隻皮蛋 兩隻皮蛋 然後呢 現在我已經煮滾了水 本來可以放冷水 但是我為了要配合到我的拍攝 那所以呢 我就用了這個是 就是用了這個是熱水 那可以不用說那麼多 照看就是 那首先呢 我們就把這個白米倒了下去 那我這個白米已經洗乾淨了 那這樣呢 就用了一杯半米 就是一杯半米 就用這些這樣的涼杯 這些這樣的涼杯 一杯半 那這樣呢 就配這個是2.5公升的水 OK? 跟著然後呢 我們煮粥呢 浸完米之後 放米呢 就不靜止的 我們還要什麼呢 想它更加滑呢 就放一匙鹽 跟著然後加少許油 OK? 那那完美呢 當然還沒完 那這個時候呢 我就要逐樣東西做了 那首先呢 就是要是 用這個帶皮薑片 帶皮薑片 那這個功勾好些的 就可以健皮開胃 那對那些 那些胃寒的人呢 就特別有用的 那切幾塊啦 多與少就視乎大家 就是個人喜好啦 那我這裡不要浪費啊 那連這個都要賣 跟著放薑片 跟著之後 陳皮呢 我們呢 就稍微刮一刮它 那把那些狼呢 就刮了出來呢 它就沒那麼苦啊 那就將它定切了它 那一小塊就夠了 就不用多的 OK? 那一小塊都很便宜的 那我現在用開的陳皮呢 就是四十五元一兩的 那我以為不是很貴的 你買一斤就很貴 不過呢 通常呢 我們都是二三兩 那二三兩呢 可以有幾大呢 我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那二三兩呢 就剛剛好裝這些 這樣的餅乾罐 一罐一罐 一罐一罐 大概 一罐一罐一罐 用很久了 半年都用到 就是我這些 這麼頻繁煮飯 經常用的 都會用到半年 那就放進去 然後呢 然後呢 這些呢 這個是 然後呢 就是 先用滾水 溶一溶它 然後呢 再用凍水呢 就是 浸開它 大概都是一個小時左右 將它倒進去 那 連這些 浸開了的水也倒進去 就夠了 那 基本上呢 這個原味啊 差一點點東西 這個粥呢 就很簡單的 然後呢 這個時候呢 我們馬上呢 就要落皮蛋 如果不是 沒有用的 那我就解釋一下 先頭我說 既是非典型 亦都是典型 非典型 是因為大家呢 根本沒有想過 原來可以這樣煮粥的 典型呢 就是專業的粥檔呢 就會這樣做 那為什麼專業的粥 當煮白粥 會是 會落這個 即是 煮粥呢 會是落這個皮蛋呢 因為呢 本身呢 煮粥的時候呢 這個是 會是有帶酸性的 那但是皮蛋呢 就是帶鹼性的 那所以呢 就可以中和那個酸性 那就令到呢 大家吃完白粥之後呢 就不會整口酸的 那就很舒服的 OK 那我兒子 非常之喜歡 哈哈 為什麼我這次煮粥呢 除了是因為 順應觀眾要求之外呢 今天呢 他又病了 又說喉嚨不舒服 那已經在吃藥了 那他說 煮粥 可不可以煮上次的那些 我說 可以 沒有問題 那切粒粒 切小粒 這樣呢 就容易呢 就煮散它 那我們呢 就放了下去 那基本上呢 煮這個粥 就是這麼簡單的了 那 然後我先洗乾淨 那 完了沒有呢 當然還沒完 那現在呢 就開大火了 那因為鮮頭已經煮滾了水了 所以呢 就直接呢 就教多久時間呢 教它25分鐘 咦 咦 過了 教它25分鐘 那 那就完事了 那如果 大家煮完這個粥底之後呢 想是 譬如說 好像皮蛋獸肉粥那樣呢 那我這裡呢 大家應該看過我之前呢 就醃了很多肉絲了 那我等一下呢 就放一碗的肉絲下去 那就當是皮蛋獸肉粥吧 很滑的 到其是 那另外一半 我們做什麼呢 炒粉 那我就再解釋一下 這個 其實呢 煮粥呢 就很簡單的 是不是 你都是 25分鐘至半個小時的了 那 之前我跟大家分享過 很多的即時的煮白粥 煮的粥底 都是半個小時 就可以吃 是不是 那些米花都爆得很漂亮 是不是 那但是 現在我這個做法呢 我那個米花會爆得更加漂亮 更加綿的 就是 多了一個 是浸米的過程 好啦 那大家會問 喂 那既然都是快的 為什麼我要浸米呀 那 那 首先第一件事 或者是 為什麼我不先浸米 一定要是 就是 為什麼要臨時臨急做 其實呢 我們家裡呢 或者我們作為一個家廚呢 就經常都會遇到一些 突發的狀況的 那我之前教大家的 或者是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一個突發的情況 那現在 我很肯定 我眼泡我就知道煮粥了 我兒子回來說 喂我病了 那 那我說 好啊 今晚吃粥啦 炒粉啦 那於是乎呢 我就預先浸了米 浸了所有東西 那其實呢 不會阻礙你很多時間的 那些米呢 你洗乾淨了之後 大概浸一個小時左右 好 跟著完之後 其他那些東西都是同時間浸 都是一個小時左右 那 跟著完之後呢 以前我即時即時做的話呢 就需要三十分鐘 或者以上 才熬得它夠綿的 但是這一次呢 因為我浸了米之後呢 我就可以減少到二十五分鐘 就比之前的更加綿 那一個就是有預謀的 之前那些呢 就是臨時起義的 大家明不明白 分別在哪裏 那 待會呢 我會是 逐個 即是我需要做事的時候 我逐個過程 去給大家看 那這個粥呢 都是三十分鐘就有得吃的了 OK 行不行 好 暫時是這麼多先啊 待會我要做事呢 我再開機跟大家介紹 是不是很簡單 是啊 美味有時候真的很簡單 但是 有時候會很複雜 我希望大家要有個概念就是 該複雜的時候就一定要複雜 該簡單的時候就一定要簡單 現在開始滾呢 我就要揭這個蓋了 要不然呢 就會是 會是 滾舌的 那 大家呢 會會說 喂 不是喔 你這樣滾發 那不就很浪費了 我現在是不是 大家看到我近這半年以來 都有個爐套 這樣扭過爐套之後,它的溫度就高很多 等待它全滾了之後,我就會關小火 還有就是,我要跟大家說,粥是不能懶的 大家看到我經常用二結鑊煲粥、煲湯 你不要以為用了二結鑊就不會黏底 用了二結鑊煲粥都一樣會黏底 所以經常要攪拌一下 經常要攪拌一下,間不中攪拌 這個時候,它就有些白泡的,我們就撇走白泡 這樣就開始大滾了 我們撇白泡的時候,有機會撇走油 所以等待我撇完白泡之後,我又要加少少油 記住,你不用做很多動作的,你想粥滑呢,綿又綿又滑呢 爆得漂亮的那些花呢,基本上你只需要加油和鹽就已經可以了 就什麼都不用做 但是呢,為什麼有人會加匙羹呢? 就是以前我們古老的牌,我爸爸最喜歡加匙羹 為什麼呢?因為有隻匙羹在這裡,它就不斷地翻動 就令到米就沒有那麼容易沉底 這樣呢,就可以減少它黏底的過程 這個時候呢,我撇得這個泡七、八、八、八 再加多一點油,再加一點油 那就OK了,基本上不用理它 這個25分鐘的過程呢,大概你每格差不多10分鐘呢 就攪拌它一次,基本上就可以防止它黏底了 記住啊,易結鑊是不代表它不會黏底的 看一下你煮什麼的,OK?行不行? 好,就這樣了,這個時候呢,它大滾了 好,我就關小一點點火,弱量關小它 一來呢,讓我爐頭不要那麼熱 二來呢,就節省一些煤氣 但是它一樣可以煮得起的,OK?行不行? 好,待會呢,我揭開,我要攪拌的時候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啦,大家,時間都過了一半了 那大家看到呢,水也有差不多 這個時候呢,我們就繼續來,要攪拌它 看看它那些水呢,會不會是很,即是,去得很快 那,因為我落了皮蛋下去呢,它就不是純白粥這樣的顏色了 就會少少呢,就啞色的,那就正常了 那大家看到呢,這個時候呢,那些粥呢,就,是,那些米啊,都還是很完整的啊 那麽大概呢,再過到二十分鐘左右啦 那麽呢,那些米呢,就會正式爆開的啦 那麽爆開五分鐘之後呢,就吃得的啊 那麽現在我就不理它啦,攪拌完它之後,讓它不要黏底啦 即是,不要黏底啦 大概啦,每次是十分八分鐘左右啦,OK? 那麽現在呢,我見它還有這麼多水呢,我就不加水了 那麽記住啊,煮靚粥呢,一定要中途要加水 不可以呢,由頭到尾都是原煲那煲水去加 爲什麽呢,因爲這樣呢,中間加水冷却呢 可以令到那些粥呢,是更加綿的 我之前都講過很多次的啦 那麽我這次呢,就特別提醒啊,OK?行不行? 那麽待會見啦 那麽大家,那些粥呢,又煲到差不多了啊 現在剩下大概六分鐘左右啊,讓大家看一下六分鐘左右 那麽這個時候呢,那麽這個時候呢 那麽這個米呢,都未正式開花啊 不過它一開花呢,就很快的啦 那麽這個時候呢,我們攪完之後呢,我們就要加水啊 那麽大概啦,加它五百至六百米左右啦 那麽這個時候呢,我們攪完之後呢,我們就要加水啊 那麽這個時候呢,攪均了它呢,我們就要蓋到鍋蓋啊 那麽這次呢,因爲呢,因為呢,接下來呢,它就會再滾的時候 翻滾的時候就會爆發的 還有呢,因爲它結了呢,就不夠容易煮起啊 即不夠那麼容易滾到周圍也是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蓋蓋和加速過程 OK? 行不行? 等待它中響的時候我們再看看結果如何 好了 現在25分鐘就過了 我們看看結果如何 那麽米已經開始爆發了 我們再攪拌一下 這個時候我們只需要加少許鹽 2.5升水 加1斤 之前已經加了1斤 加起來就有2斤 本身那些瑤柱都是鹹的 OK? 所以我們就不用加太多鹽 2.5升水 先加2斤鹽 OK? 那麽呢 我現在這次呢 我就是給的水就會比較多 那麽就 如果大家想稠一點的話 就可以加少一點水的 OK? 即是煲完 雖然我們煲就是2.5升水 但煲到最後呢 可能只剩2升水 大概 那麽我現在呢 我就繼續下去 攪拌它 好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呢 就要加這個 這個是 瘦肉 那麽呢 因爲我還有其他事情要做的 那這個時候呢 我就算了 任由它 我先關火先 我等一下呢 我炒完粉 我另外再拍片 那麽所以呢 我就要炒完粉 最後才下 這個是肉絲 那麽呢 肉絲 或者肉片 或者瘦肉 一定要最後才下 那麽呢 那些瘦肉呢 才會滑的 如果你一早去下的話 那麽就不滑了 那這個呢 就和這個生滾粥呢 就有另外一個分別 這個是家廚式的 那麽如果是生滾粥 那麽基本上呢 那麽基本上就是那個生滾粥的做法 那麽但是這一次呢 我加廚式的話呢 就是我放在一起煮的話呢 我們就和生滾粥是有少少的分別的 OK 可以不可以 那麽我下一個瘦呢 那麽現在有得它了 那麽就蓋上蓋子 焗它 然後等一下呢 我再放這個肉絲的時候呢 我就再開機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麽好了 那麽大家 那麽呢 那麽粉就炒完了 那麽這個時候呢 那麽我們就 再翻翻熱那麽粥 那麽這個呢 那麽我這個呢 就煮得比較稠一點的 那麽如果大家呢 是要是 就是它浸一浸之後呢 那麽那麽 開了花之後呢 就會稠的了 那麽現在 開了花的了 那麽這個 因為我放了皮蛋下去了 那麽這個粥呢 所以這個粥呢 相對呢 就深色少少 那麽這個呢 就非常之對於 是 就是 不是吃得那麽酸的人 那麽呢 這個是有幫助的 那麽 那麽呢 就可以是幫助這個 調理腸胃 那麽呢 那麽這個 這個麽呢 大家看一下 那麽 爆開了 那麽這個時候呢 我們呢 煮回滾它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才是 下這個是 豬肉 或者是肉絲 肉片又好 豬肉都好 或者是肉碎都好 放在一起,分開來放 這樣就不會黏一塊,而且用快點煮熟 這個時候大家要小心 它的粥就會彈到周圍 我這隻手,我先看一下 我先看一下,就是上次我煮粥,彈了一下 你一給粥彈到,你想走也走不掉 這個時候我們就關小火 不要讓粥彈到周圍 這個時候我們就慢慢去推它 這個就是另類的皮蛋手套粥 我知道有些家人不喜歡吃皮蛋 譬如我兒子,之前經常打死都不吃皮蛋 結果我這樣去煮皮蛋粥,他又吃了 他又很好吃,粥很滑 那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去做 即是用這個方式去做 那我現在呢,就浸開了米之後 即是放了它一陣之後,它就很稀 如果大家想要稀一點,就可以加一點水 加一點水 加一點水 那我現在呢,一攪它,那些粥呢 就已經是全部化了 全部都起了花 那就不會像外面那些那樣,好像粥水 那些呢,就煮到接近,有時候會煮到接近爛飯 那如果不想那麼稀的話,就加一點水 好了,那就可以了 搞定了 因為肉絲就很快脆的 大家看到那些肉絲呢 就已經是散光了 和轉光了 那一定是乾淨的了 那現在呢,我就... 那現在呢,我就... 那我給大家看看 那些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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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沒有什麼特別的技巧的 那些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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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沒有什麼特別的技巧的 那些粥呢 那些粥呢 最重要呢 大家呢,就要提前啊 提前呢 就是要浸米 和呢 浸好一些瑤柱 那... 那... 以及呢 就是呢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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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皮蛋呢 我們呢 一開始煮粥的時候呢 就要加粥的了 可以嗎 要全部加進去的 這樣煮 那... 那... 其實呢 這個主要的原因呢 可以... 除了可以令到那些粥更加滑 之外呢 最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皮蛋的鹼性呢 就可以令到那些粥呢 的酸性呢 就中和了 所以呢 因為呢 很多時候我們以前 即是家廚煮的粥呢 可以先關掉 那... 那... 我們家廚煮的粥呢 很多時候呢 煮出來 吃完之後 是不是酸的呢 我們放了一晚之後 是不是酸的呢 但它不是吃華人那種酸的 是你吃完之後 整口酸的 那... 但是呢 如果我們用這個皮蛋 足夠的時間 讓它煮 融入了那些粥呢 那就可以令到它呢 就是... 那個... 酸性呢 就減低了 因為呢 皮蛋是減性的 可以不可以 你想... 大家想呢 那個粥 白粥呢 會更加綿的話呢 記住是隔晚浸米 就最好的 但是最低限度呢 你浸米的時間呢 那... 今天呢 其實呢 那個效果我自己覺得呢 還差一點點 我自己覺得而已 那大家自己評價了 我自己覺得呢 就還差一點點 但是 差一點點當中呢 都好過... 我再之前呢 就是急就張 不浸米的情況 好不... 那... 如果大家有預謀地 啊... 我想今餐吃粥的 那就提早浸米啦 然後呢 米洗了之後呢 就這樣浸它 浸它超過一個小時 最好就是够晚浸 就最好 上一次呢 我炒過可粉 炒粉麵的時候呢 我的粥呢 我覺得呢 那個效果是最好的 最綿最滑的 因為我浸到一晚 因為我... 之前那晚我已經知道 第二天要吃粥了 OK 行不行 這個是重要的 然後呢 我們放瑤柱呢 瑤柱呢 最好呢 就用瑤柱碎 就不要用圓粒瑤柱 因為圓粒瑤柱呢 其實呢 不單止是貴 而且呢 是很難處理的 很難煮得它軟的 但是我現在這一隻 這樣的瑤柱碎呢 半個小時煮呢 就一定軟的 行不行 OK 好嗎 接著我們加什麼呢 加這個大皮的薑片 下去煮 接著然後呢 就放一片的沉皮下去 這樣呢 這個也可以有效地去醫治胃病 可以健皮開胃的 接著之後 你想那些粥棉嗎 不要說浸泥 不要說其他東西 想粥棉呢 其實呢 棉滑呢 最重要的就是 一開始的時候 要加一匙鹽 或者加少許鹽 接著就加少許油 這樣呢 煮出來的米花呢 就爆得很漂亮的了 OK 行不行 那我再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我那些 是不是煮得很綿呢 是不是 那我這些粥呢 就會給外面呢 即是粥店的粥呢 就稠一點 就健食一點 飽肚一點 還有吃下去的口感呢 更加滑 好嗎 那這一條片呢 其實最開始呢 我要做這個動作呢 其實就不是 我自己 在石頭裏面爆出來 而是真的 香港 部分的專業粥店 是這樣做 尤其是 是出名的粥店 OK 當然不是那些 連鎖店那些 好嗎 今天大家 跟著我一起做一試 我兒子呢 又不喜歡吃皮蛋粥 結果現在就非常喜歡吃 你說我煮麵大不大呢 記住啊 皮蛋是一煮粥的時候 不要呢 煮完之後下 這樣呢 效果就好很多了 不但只能夠令到粥更加滑 而且還能夠中和酸性 令到呢 大家吃粥的時候 吃得更加開心 更加滋味 OK 好嗎 那這裏呢 還有最後一件事呢 今天呢 我就 因為見有肉絲多 吃白粥就只有dry那頭 所以呢 我就加了些肉絲下去 因為我有 那大家如果可以的話 喜歡加肉碎也可以 加肉片也可以 一樣的 但是要記住 加肉碎也好 加肉絲也好 它很快熟的 你最多攪它大概兩三分鐘左右 好嗎 如果煮得太久呢 那些肉絲也不會滑 那些肉碎也會粗 那些肉碎也會粗 OK 可以不可以 那傳統智慧 如果肉碎的話 你怕它會黏一塊的話 有什麼方法 大家知道嗎 臨尾呢 即是淋落之前呢 就加少少滾水下去 即是凍滾水下去 然後攪稀那些 攪散那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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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放下去 那些粥底那裏 這樣呢 就可以令到肉快熟一點 因為它不會黏一塊 還有它會嫩滑一些 容易煮一些 好嗎 基本上就是這樣 希望大家喜歡 OK 拜拜 拜拜 好了 大家 我這次呢 我就補拍多個鏡頭 為什麼呢 因為呢 這次呢 就是第二天 我就煮粥食 即是 子女都還未好了 所以呢 那所以呢 之前那條片呢 就拍了煮粥底 接著 下了多餘的肉絲 那這次呢 就特地拌個肉 肉碎 我兒子說 喜歡吃 那現在呢 我已經煮到好麵了 粥底 啊 接著呢 我要補拍 就是因為呢 通常呢 我們的肉碎 就不能就這樣放下去的 那我們呢 就要是 拿這個 凍開水 那 加適量下去 接著呢 我們呢 就先把那些肉碎 攪拌了它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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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呢 就可以令到呢 它 下去那些粥的時候呢 就不會 就不會是 一柱柱 啊 一塊塊啊 這樣就會是 令到那些肉碎 更加容易熟 還有呢 就是更加滑的 OK 那我們呢 就 先是 啊 加了些水下去 然後攪拌它 然後呢 我們慢慢 這樣撥下去 那些肉碎呢 雖然說就是難熟了 但是呢 大家呢 就要做的時候呢 就 不用怕 就很快脆的 那要小心啊 那我之前我都說過了 那些粥呢 彈了上來呢 就好 就是很容易呢 就起水泡的 因為呢 它一彈了上去 你馬上擦都擦不脫 好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繼續加進去 那就均勻地加進去 好了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攪勻它 啊 那就留意呢 那些粥呢 它那個 就是 好像那些熔岩那樣 那些肉碎呢 就好 就是 很快就熟的 立即轉色 很快脆的 好像牛肉那樣的 那 其實這些粥檔呢 它們呢 那些 即是牛肉啊 肉碎啊 都是這樣 拿水開啊 那立即 很快脆的 那我們就關火了 就不用煮很久的 那先頭呢 就 就是 我加了水之後呢 大家看到我下了下去 就很快手啊 那千萬不要以為這樣 就不熟 那我解釋其實是一個科學的原理 給大家聽一下 那如果大家有心聽的話呢 來到這一刻呢 都還有心聽的話 即是有心學 那我就預祝大家啊 快點呢 就可以煮得一頓漂亮的粥呢 肉碎粥呢 就給家人吃啊 那 首先第一件事呢 就是 粥它滾的溫度啊 粥滾的溫度呢 其實它是過不了100度的 當 即是 當我們煮開了粥之後 它再翻滾的時候 就像那些熔癌呢 其實呢 它大概呢 就處於大概80度左右 OK 那因為它比較稠 那所以呢 它那個溫度呢 就 就是 那個肺點呢 就比較低的 那這個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 其實呢 在科學界 在實驗室裡面呢 我之前都說過了 就有一張名單的 那這一張名單呢 就是 我們人類 就是在人類的食物 烹調方面 它需要煮熟這個食物 需要的溫度啊 大概呢 就是65度至75度之間 那 也都因為這一張名單呢 這個實驗的結果呢 也都催生了呢 近年啦 非常之流行的 所謂的叫做 就是 分子料理啊 分子料理呢 它們呢 就永遠 那個溫度都過不到100度的 好了 那 大家 知道了這兩樣的基礎了 粥呢 它就不可能100度啦 這個是第一啦 第二呢 就是 我們知道呢 原來呢 肉類呢 或者是食物 我們的食物呢 原來是不需要100度 都可以煮熟的 OK 只不過呢 它需要的時間可能會長一點點 那有了這個基礎之後呢 我們就知道 那些肉碎 我們怎樣去煮熟它了 一般來說 我們平時蒸肉碎 蒸肉餅就要15分鐘 是不是 如果是直接下鍋酒油的話呢 大家都看到 起碼都三五七分鐘了 是不是 要煎到它熟 但是為什麼粥會這麼快熟呢 因為我們下去肉碎的時候呢 如果它是整塊的話呢 就很難熟的 那我們下去煎肉餅 同樣道理 比如說我出過鹹魚鮮肉餅 大家都看到 三分鐘又三分鐘 然後再補火 那裡足足十分鐘過外的 才煎好那些肉餅 才叫做吃得 但是呢 我們在粥來說呢 我們只需要有一點點技巧 就是先頭 為什麼我要補牌這個片段呢 就是先頭的技巧了 就是我們下粥之前呢 即是下肉碎之前呢 我們要加水下去 去煎熟的肉碎 那大家看到 我先頭呢 我一下去呢 很快的 大家可以看看時間 應該是分幾分鐘左右 分幾兩分鐘左右 都不到的 那些肉碎就已經熟了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加了水下去 我煎熟之後呢 那些肉碎呢 本來是黏在一起的 那我一攪它呢 它就會散開 散開之後 我再加進去這個粥底 這樣呢 那些肉呢 我們攪兩攪 它就更加容易散開 它一散開 一小粒一小粒 於是它就會很容易熟 那這個原理就是這樣 那我希望大家就明白 如果 即是大家 我知道呢 皮蛋肉碎粥呢 很多家庭都會煮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經常都煮得很硬的 很難吃的 那些肉碎就很硬的 咬下去煎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你未做那個 人家裡有限量的 那些肉碎的動作 然後 你要煮熟它 你又要攪散它 是不是要時就吃了 是嗎 因為它一塊塊都黏著 肉心 即肉餅的心 你肯定會很難熟的 於是乎 越攪拌 攪拌到心也要熟 的時候 便會過了時間 過了時間 肉當然是變得狹 可以吗? 记住 接着我这个方法做 煮好粥底之后 拌好的肉饼 最后加水 透气的肉饼 然后再倒入滚粥 大概分两分钟 就是一个很滑的皮蛋肉碎粥 好吗? 希望大家喜欢 也多谢大家 肯看到这一部分 肯定学到东西 也多谢大家 这么有耐心 这么真心地去学习 一门手艺 我觉得入厨就是一门手艺 当然 专业有专业的做法 我们家厨有家厨的做法 但是我们最需要的 第一件事考虑的就是家人 对吧? 我们只要每天都煮到 学到正学的方法 然后 每天都煮到这个美味给家人吃 我相信 就算你再辛苦 我觉得你也会会心微笑 心甜出来 大家说是吗? 正如我先头也说 因为我儿子病了 他要吃粥 所以我就连续煮了两餐粥 有粥当然要有米粉 接下来 昨天我做了一条炸菜肉丝干炒米粉 今天很厉害 第二样吃法 全齋炒粉 全齋炒粉好吃吗? 当然好吃 大家都知道粥铺的齋炒粉是否很好吃? 我现在是全齋炒粉 大家在另外一条影片 看看我怎样做 我再说一次 其实家厨 我们有很多的食材 基本上的食材都差不多 你买到的东西我都买到 我买到的东西你没理由买不到 差在你有没有心去找 或者你懂得去找 但是同样的食材 其实可以变化很多 大家可以看看 我粥粉面饭的专辑 是特别多炒米粉的款式 有台湾炒米粉 港式炒米粉 跟着干炒米粉 什么什么炒米粉 什么什么炒米粉 我想只是炒米粉 我想没有30条 也有20条 大家尽管去我的专辑 发掘灵感 原来炒米粉都有这么多种方式 有辣有咸有酸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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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